经过短暂的甜蜜后,吴亦凡回到中国工作,从长沙飞到安徽,再从台北飞回上海,一路温波,而小俊娜则一直留在温哥华,期间和吴亦凡保持着微信联系,从小俊娜给全力心探提供了他与吴亦凡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看出,在1月中下旬,两人似乎正处在甜蜜期,吴亦凡关小俊娜的小桃桃,并称,我最爱你的素颜,快被你迷死了,吴亦凡在微信中还曾让小俊娜来多伦多陪自己,言语之中甜度破 据小俊娜介绍,1月底吴亦凡来到上海工作,入住上海浦东四季酒店,1月28日,小俊娜从温哥华退移飞到北京,准备从北京去上海找吴亦凡 当小俊娜问吴亦凡是否自己可以去找他时,吴亦凡却表现得有些冷漠,似乎并不太愿意让小俊娜过来 当晚小俊娜又给吴亦凡发了一条微信问,是否还要过去找他?吴亦凡回复称,你要是想来就来呗,用把房间号发给了小俊娜,两人约在酒店见面 第二天早上8点30分左右,吴亦凡便早早出去工作,直线小俊娜独守工房,当天下午小俊娜又飞回了温哥华 2月中旬,吴亦凡结束了在国内的工作,回到了多伦多拍戏,到多伦多后,吴亦凡便联系了小俊娜,让他来多伦多的所有酒店住处找自己,并且为小俊娜买了机票 随后两周的时间,两人在酒店同去,因吴亦凡的明星身份,同去期间,两人一直不敢一起出门,吃饭都是点餐 小俊娜偶尔会给吴亦凡做饭,同去期间,吴亦凡曾在微博发过一张抱着枕头卖萌的照片 据小俊娜称,这张照片是他给吴亦凡所拍,谈起生活中的吴亦凡是什么样的 小俊娜称,生活中吴亦凡不太修蝙蝠,有些刺大,特别爱玩游戏,会说很多甜言蜜语的话,十分体贴 还曾经给自己烤肉汁,多伦多的两周相处十分开心 二月底,小俊娜离开多伦多,飞回温哥华,吴亦凡则继续拍戏 小俊娜称,离开时,二人都十分不舍,从此期间的微信看出 小俊娜与微信中的吴亦凡,甜蜜恩爱之情,以言表 离开时,微信中的吴亦凡甚至动情地说 可是你在伦家心里就是小宝贝呀,恋情深变 小俊娜发现吴亦凡房间有异物 三月底,小俊娜从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不久便再次返回北京 回国期间,他微信和吴亦凡失去联系,见吴亦凡自回微信 他马上订了一张从国内飞多伦多的机票,准备回去找吴亦凡 让小俊娜买好机票后,吴亦凡才回复微信 劝阻小俊娜不要过来,理由是他的妈妈可能要来多伦多看自己 但小俊娜却不是意要过去,吴亦凡劝阻无效 小俊娜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到达多伦多 到了吴亦凡的酒店后,却没有见到吴亦凡的妈妈 却在吴亦凡的房间卫生间里,发现了和自己化色不同的其他女人的长头发 当他质问吴亦凡时,吴亦凡却回答称 有可能是打扫阿姨的呗,我妈的呗,我哪知道啊 当晚小俊娜和吴亦凡大吵了一场 报队委去第二天,他便坐飞机返回到国内 至于吴亦凡的辩解,小俊娜对此表示不信 因为大吵了一场,回国后小俊娜和吴亦凡一度没有联系 感谢观看